很多人都知道,买入就涨的诀窍就是,把握住市场的绝对风口,买在资金高度关注的股票上。 但是落在咱们石盘中呢,大部分人都是手高眼低,对于如何判断资金的风口,更是无从下手。 好,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安排一个方法,通过石盘操作,让大家快速找到处在热点风口上的股票。 对于短线操作者来说,如果你买入了一只股票,两天三天没涨,不用多想,你就是买错了,你就是选错了方向。 咱们做短线操作啊,讲究的就是主动出击,买入就涨,没有什么等待的说法。 今天的课程呢,是经过我精心编排的,不管你是有基础还是没有基础的,傻瓜式操作就可以,绝对让你分分钟找到当下的热点。 好,咱们开始上干货啊。 市场的绝对风口怎么选,咱们还是直接操作挑选啊,大家打开通话生软件。 我们在右下角这里,这里有个输入代码的地方啊,我们输入93,你也可以输入强弱分析啊,都是一样的。 我们点击搜索啊,你会发现出现了这个界面,这个大家不要小看它啊,这是个非常强大的东西。 多数老股民都不知道的啊,大家看一下啊,这个界面上出现的这些强度的指标。 这个就是个股近期主力资金介入强度的表现。 这里就是判断市场风口最精准的标准,不允许辩解啊。 关于这个指标的算法呢,比较复杂啊,综合了长速量比啊,等多个参数,咱们就不一一说了。 但是呢,我们必须要知道啊,这么牛的东西它怎么用? 我们看这里啊,有当日强度,有三日强度,有五日啊,十日强度等等啊。 但是对于我们短线操作呢,我们主要看的是三日强度。 我们为什么要看三日强度啊? 那我们说看单日强度,或者说看五日强度,或十日强度不可以吗? 我们在上期的视频说过啊,单日的个股表现强势。 我们是分析不出来东西的。 要看两日或者三日的表现,做一个确认,对不对? 所以我们单日不看啊。 那五日十日为什么不看呢? 那是因为啊,持续太长的热点啊,可能已经或者说啊,即将进入炒作的尽头了。 所以我们参考三日强度是最符合的。 好,那么我们点击三日强度啊。 这里就出现了三日强度的降续排列啊。 这个时候我们看啊,这两天的热点股票啊,是不是都在这里了? 比如我们说这个新华锦啊,这两天涨势特别好。 还有什么绥景坊啊,也是涨势特别好的。 还有金发拉比啊,我们都看一下啊,他们都在这里啊,是不是? 那么这么多风股上的股票,我们还是不能随便选择吧。 虽然说啊,强度越高的股票,买入的风险性就越低。 因为它是市场的风口嘛,对不对? 但是,如果技术形态太差的,或者是说啊,已经连续走向太多的,是不是会增加我们买入的风险? 所以这个时候啊,我们就需要再加入一些其他条件,再进行一次筛选。 目的就是让我们做到啊,买入就涨,增加我们选择这个股票的安全性。 那怎么选呢?我们接着看啊。 好,我们说啊,首先我们肯定要排除业绩太差的股票,对不对? 我们带ST的啊,肯定就不要去看。 其次,新股也没有看的必要啊,因为风险太高,要不就是你进不去,要不就是进去了啊,也是差不多见顶了。 第三,明显加速过的股票啊,咱们不要去看。 虽然呢,还有可能继续上涨啊,但是风险还是比较高。 所以我们剔除掉啊,前面三日或者是五日啊,有一字板涨停的这类股票。 因为一字板涨停啊,说明它强势,说明它加速了。 好,我们看最后一条啊,这一条呢也是最重要的啊,就是我们既然选择的是绝对风口。 风口,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资金容纳量,对不对? 我们看流通盘的大小,固然是可以啊。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日成交额来判断,会更加的精准。 因为它同时还可以再次判断当天资金的炒作情绪。 所以我们要求啊,当日成交额大于7亿是最好。 好,那么我们加入上述条件啊,我们可以选择的范围是不是就缩小了? 同时呢,风险是不是也降低了? 但是这么多条件啊,我们怎么去选呢? 一个一个去选啊,太费力了。 好,那我就再教大家一个方法。 那就是利用我们软件自带的这个条件选股功能啊。 但是这个条件选股啊,因为它的条件执行非常严格。 所以它也有缺点啊,它的缺点就是可能会遗漏啊,有巨大涨势的股票。 但同时啊,它优点也很明显。 它省时省力啊,安全性好。 好,我们继续啊。 那我就教大家啊,怎么去选。 对了啊,这里还是插一句。 我们这个方法选择的时机啊,新手建议啊,收盘后使用。 确认好需要关注的股票,明天开盘呢,重点观察。 老股民呢,可以在盘中使用。 但是选股条件,要适当的调整。 需要加入你当天的判断力。 因为成交量等因素啊,我们观察不到当天全面的了,对不对? 所以啊,如果你盘中使用,一定要做适当的调整。 好,我们回到正题啊。 我们首先选择三日强度在15以上的股票啊,加入自选股。 太低的我们就不要了啊,要选就选最强的。 我们把它们全部加入到自选股啊,加入自选股。 好的,我们都加入自选股了啊。 这个时候啊,我们点击,看到吗? 这里有个选股啊,这旁边有个箭头。 大家点啊,我们选择这个问财选股啊,点进去。 这个时候啊,我们需要在这里输入 不要st分隔号,不要新股分隔号,输入 五日不要一字板,分隔号,成交额大于7亿。 这里注意啊,这里是成交额,不是成交量啊。 我们点击搜索。 这个时候啊,出现的比较多。 这里筛选的啊,是整个A股市场的。 我们要的是啊,我们自选股里加入的,处在绝对风口上的股票,对不对? 所以我们在我的自选股这里啊,大家注意看这里啊,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框框啊,这里面我们点个勾。 这时候筛选呢,就是我们自选股里符合这些条件的个股啊。 我们看一看啊,一共是有八个,对不对? 那么这八个股票啊,就是当前的绝对风口上 形态啊,相对比较好的股票。 这八个股票啊,也就是明天你需要重点观察的标的。 至于最后选哪个啊,开板后你还是需要再次观察一下。 优先选择啊,形态比较好的。 但是呢,这些股票啊,一定都是有巨大潜力的股票。 不过我还是提醒大家啊,建议大家买入的时候呢,不要满仓参与啊。 小仓为买入是最稳妥的。 好,那么今天的课程呢,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 这个买入方法啊,大家可以借鉴,可以参考。 对于如何设置啊,我这里应该是尽量讲的已经很详细了。 如果还是有不懂的朋友啊,可以下面留言,我会及时回复大家。 好的,如果啊,今天的视频啊,对你有帮助,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啊。 好的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